北里博书 第四章 为此,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 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 我可爱的诸位, 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 我奉劝厄奥迪亚和辛提赫, 要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 至于你,我忠诚的同伴, 我也求你援助他们, 因为他们曾伴随我为福音而奋斗, 与克雷孟以及我的其他的同事一样, 他们的名字已写在生命册上了。 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 你们的宽人应当叫众人知道, 主快来了。 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 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 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 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异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律。 此外,弟兄们, 凡是真实的, 凡是高尚的, 凡是正义的, 凡是纯洁的, 凡是可爱的, 凡是荣誉的, 不管是美德, 不管是称谕, 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 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得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到的, 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 这样, 赐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 再者, 我在主内非常喜欢, 因为你们对我的关心又再次表现出来。 你们始终是关心我, 只不过缺少表现的机会。 我说这话, 并不是由于贫乏, 因为我已学会了, 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 我也知道受穷, 也知道享受。 在各样世上和各种境遇中, 或饱欲, 或饥饿, 或富裕, 或贫乏, 我都得了秘诀。 我来加强我力量的那位, 能应付一切。 但是你们也实在做得好, 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 你们斐里伯人也知道, 当我在传福音之初离开马其顿时, 没有一个教会在支收的事项上供应过我。 唯独只有你们。 就连我在德萨洛尼时, 你们不止一次, 而且两次曾给我送来我的急需。 我并不是贪求馈赠, 我所贪求的, 是归入你们账内的丰厚的利息。 如今我已收到了一切, 已富足了, 我由厄帕洛迪托收到了你们所送来的芬芳的新香。 天主所悦纳忠义的祭品, 我已满够了。 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 在基督耶稣内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 愿光荣归于天主, 我们的父至于世事。 阿们。 你们要在基督耶稣内问候各位圣徒, 同我在一起的弟兄都问候你们。 众位圣徒, 特别是凯撒家中的圣徒都问候你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神同在。 阿们。